林莱女士 谢嘉隆先生 欢迎两位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接受我们的采访来谈你们对美国大选的感受和看法 谢嘉隆先生你谈谈你为什么支持川普 OK 我支持川普先生几个主张和自国理念 第一个他是要重建law and order 像最近在费城我们华裔 因为华裔从事外卖中国餐馆比较多 受害者也是很高的比例 所以说我支持川普先生 也重建美国的law and order 增加自发人员的士气 所以这样才会保证我们广大 守抛民众的那种安全感 林莱女士 你的看到 我支持希拉里做总统 而且我也相信从现在的民调来看 他基本上能当上总统 他会吸收Bernie Sanders的很多观点 他其实已经在吸收 他同时在贸易上面 他也在吸收川普的一些观点 所以我希望他坚持他的一贯的中立道路 能团结美国各个阶层 川普对妇女的这种侮辱性的 这种淫秽的画的录像 而且现在大约有十个女性出来 指责他说曾经他不光这么说 他也这么做了 川普先生以前是伤人 他不是那个政客 他可能有这方面的过错 我相信 然后这次是媒体在报道 很多女性指责他 在这个其中里面 我认为也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林蓝女士 对于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别人批评他的 使用私人的电子邮件的服务器 然后在FBI进行调查以后 删除了三万多个电子邮件 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相信美国司法的公正性 因为这个调查 FBI对他的调查 最后调查的结论 是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谁都知道 这个工作手机和这个 私人手机之间的兑换 是非常非常麻烦 尤其是他这样的一个 深陷公务 一年 他是任期之内 访问了140多个国家 希拉里从中也30多年了 他是做过纽约参议员 国务卿 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女人 一个专业的政治家 他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美国七家主流媒体的民调显示 65%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现在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只有30%的人认为不是 那么为什么你认为 希拉里或者川普 可以有这个能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川普现在正做商人 我是看好他 因为他有那个business sense 首先他要增加就业机会 减税 美国的中产阶级 从以前的75% 现在减到40%左右 很多人就变得很穷了 所以我支持他的一个理念 把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工厂 搬回美国来 林莱女士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点 希拉里的能力 尤其是他在外交上的能力 恰恰证明 他是能把美国带出这个困境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奥巴马面对的 实际上是他继承了这个两次战争的这个恶果 就深陷其中 而希拉里却是能够从政旗鼓 非常感谢林莱女士 谢嘉隆先生 今天到我们演播室 来谈你们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谢谢